好 在看完了单词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19课的课文 但看课文之前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中出现了一个18课 咱们知识点的复习 就是双关语 你看这题目叫 Lesson 19 A very dear cat 贵重的宝贝猫 这个难为了翻译者了 因为这dear呢 一语双关 既表示亲爱的 又表示昂贵的 这是我们当时 在18课重点说过的小的 一个修辞方法叫pun 中文翻译成双关 双关有谐音双关和多意双关 大家还记得 在这里面这个dear呢 是多意双关 一个字 它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 就是受到了真是的 受到真爱的 相当于咱们16课讲过 那个treasured valued 大家还记得吗 受到了真是的 受到真爱的 这个对老太太来说 跟亲生儿子一样 孤老婆子 就一只猫陪她过日子 所以跟她关系亲密 叫亲爱的 第二个意思呢 就像那刚才讲过的 expensive或者costly 花了老太太一千英镑 别忘记 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出版的第一版 是一九六几年出版的 当时一千英镑 可是一笔巨款了 所以同时 既亲爱 又这个这个这个 昂贵 用一个词 贵重的宝贝猫 使文章充满了趣味性 这叫双关语 这个双关语呢 我们以前说过 咱们中文中 那个著名的双关 其实是一个谐音双关 就是刘雨昕的竹之词 大家还记得 杨柳青青江水平 文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倒是无情 还有情 东边出太阳下 西边再下雨 你说没有晴天 其实还是有晴天 这个晴 其实写音爱情的晴 文郎嘛 晴郎哥哥在江上 在捕鱼 在撑船唱歌呢 在妹妹表达心中的感慨 这个爱恋之情 古代受受不侵 用这个情 托物抒情 这是谐音双关 这个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我们看这个 报上描述这个史蒂芬霍金 你看他描述这个词 跟本文中地有异曲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这么说 Steven Hawking is a star scientist 史蒂芬霍金是什么呢 是一个明星科学家 这个star在这儿 有不止一重的含义了 第一方面呢 是因为史蒂芬霍金 他本身研究的呢 本身呢 研究的就是星星 他研究宇宙学 同时呢 他本身又是个大明星 史蒂芬霍金 家喻户晓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写的时间简史 销量非常之大 本身也是大明星 他研究星星 自己还是星星 所以这星星 有双关语 Dingis表示 his expertise is related to cosmology 他的专业知识 是跟宇宙学相关的 这个专业知识 不可数明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xpertise expertise 就是专家这个词 后面叫做ise 但注意这个词 跟knowledge一样 不可数 再读一下这个宇宙学 cosmology cosmology 叫宇宙学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 是跟宇宙学相关的 第二个意思呢 he is a celebrity 他本身是个大明星 是个名流 后面这个词 我们到了二十一刻 还会碰到 叫名人 明星 大明流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词 celebrity 本身呢 他既研究星星 本身还是星星 就是两颗星星 并立一块 就是个star 一语双关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当时举过几个例子 像海边渔场的广告 more sun and air for your sun and air 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 是谐音双关 第一个sun是阳光 第二个sun是儿子 第一个sun air是空气 第二个air是继承人 我们这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 多带孩子来玩 健康长寿 这广告 谐音双关 还有呢 Franklin讲的那句话 鼓励北方军 跟南方 这个这个 这个重制园主的部队打仗 当时美国内战期间 we must all hand together or we shall all hand separately 我们大家必须团结一致 否则呢 只有死路一条 big hand together 叫团结 第二个hand separately 就一个一个被绞死 必须团结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用的也不错 也是双关 这是多异双关了 还有我们还记得 这个小笑话吗 律师死了以后干嘛去呢 第二个说lie still 是什么意思啊 连续用两个多异双关 第一个是静静地躺着 死鬼动不了了 lie是躺着 still是静止不动地 第二个意思呢 依然在撒谎 lie的一个还可以表示 这个说谎 still除了表示静止不动 还可以表示依然在 这是两个多异双关 非常巧妙 还有我们举过那个例子 什么在大学上课的时候 老教授敲桌子 一般对班人喊 先生们 速静速静 order order 请安静 大家一块喊 要啤酒 为什么要啤酒啊 这order还可以表示 请点酒 请点菜 变小二常说的话 这是双关语 所以我们想很快地做一个十八课知识展的复习 你看三册是循序渐进的 讲新的 一定要带着后的 亚历山大 他带着旧知识 亚历山大这本书可以设置的 可以说妙之豪颠 前后内容相勾连 学习信 复习旧 这个设置特别合理 这是新干净英语经典的原因之一了 下面咱们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Kidnappers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animals But they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Mrs. Elder Ramsey's cat 他说这个绑匪啊 很少呢 对于这个动物感兴趣 但是他们最近呢 对于Elner Ramsey夫人的这个猫啊 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来就很抓人 说绑匪怎么会想绑架动物去呢 这个题目本身 这个第一句话本身 就很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否则这个文章别人就读不下去了 这也没听说过新鲜 新鲜事儿它比较好玩 引人注意 这个里面前半句又出现了 18课知识展的复习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讲过 几乎很少 一个时间状语叫rarely 一口气 这四个又出来了 大家还记得吗 18课刚刚讲过 19课再次复习了 那么我们再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rarely seldom almost never hardly ever 咱们还记得 叫几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这是叫时间频率 而且我们说这些词 本身是否定的含义 至少是半否定 那几乎不 那几乎从来没有 所以他们放的聚首 后面又怎么样 要不分道庄 这又是复习了 那咱们自己说一下 这句话如果强调rarely 很少很少了 放的聚首 后面该怎么道庄 不分道庄 是把助动词 必动词 情态动词 放到主语前面去 本文中就是把 r放到了主语前面去 应该说成 rarely are kidnappers interested in animals 说这绑匪很少啊 对动物感兴趣了 那么把rarely放到聚首 这语气就更重要 很少很少了 强调聚首的这个状语 这是不分道庄 这又是一个旧知识的复习 而且后面就说 but they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Miss Elner Ramsey's cat 但是他们最近呢 对Emily Ramsey夫人 这个猫啊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又是18颗知识的复习 这个对什么什么 产生了兴趣 我们说这个interest 表示兴趣 一般来说 多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即便做可数呢 一般也用在单数 所以有产生兴趣叫 take an interest in 还有它的修饰语 还记得吗 take no interest in 没有产生兴趣 可以这么说 take little interest in 你看在这儿 看出来它是不可数名词了 前面叫little了 可数也只用在单数 这个翻译成 几乎没有产生兴趣 没产生什么兴趣 叫little几乎没有 还有像本文中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take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这个比较文雅一些 就类似于take a lot of interest in 但是considerable这个词 更庄严 更庄重一些 相当多的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用它就好了 但是用take an interest 搭配的是产生兴趣 如果不说产生兴趣 就是说有兴趣 我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 I have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English就好了 就不一定用take了 这时候这一组前面动词变下后面不变 have变成有兴趣 有兴趣 没兴趣 没什么兴趣 有浓厚的兴趣 可以用它 如果要是表现出来兴趣呢 表现出了对什么什么的兴趣 那好 后面不变 前面动词换成兽 表现出兴趣 没有表现出兴趣 没表现出什么兴趣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你看 动词可以变化 含义率有微调 等后面这个搭配都一样 而且后面借词记住 一定加印就好了 这是本文中这个用法 本文中说 他们对Alder Ramsey夫人这个猫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took 他们最近recently took kind of interesting Mrs.Alder Ramsey's cat 我们也体谅绑匪 人家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Alder Ramsey老太太老公死了 儿女也不在旁边 姑老婆就一个人 养着一只小猫 你说你要不绑架这个猫 你说绑架老太太 让猫属老太太 这难度太高了 没办法了 只好绑架猫 让老太太属猫 因为猫没法属老太太 绑匪也不容易 咱们体谅人家 也不容易 这个句子很精彩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替换 因为前半句用了名词形式的 前半句用了形词形式的 be interested in 后面用了名词形式的 take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interest变成名词了 非常漂亮 咱们看能不能 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说绑匪们 很少对动物感兴趣 be interested in 但是他们最近 对Elner Ramsey夫人的猫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咱们来复述一遍 绑匪 Kidnappers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animals 逗号 但是but 他最近 他最近 recently 产生兴趣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Mrs.Elner Ramsey's cat 咱们不带中断的 班长来电 Kidnappers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animals but they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Mrs.Elner Ramsey's cat 孩子们很少对于历史感兴趣 一般都喜欢打游戏 吃糖球 但是小约翰 最近却对古代雕塑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兴趣跟一般小孩子不太一样 那么前面感兴趣 咱们可以用be interested in 后面产生了浓厚兴趣 咱们换成intre的名词形式 就是take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recently 一样可以用一般过去的词 反正took就好了 咱们复述一遍 那么古代雕塑 古代的咱们第三课讲过 叫ancient 雕塑或者雕塑艺术 咱们在第十八课讲过 叫sculpture 还记得吗 都是讲过词汇 咱们复述一遍 有心智有复习 好 一起来 Children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history but 但是怎么样 Little John 小约翰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ancient sculpture 好 接了 你看这个句子 也是句式赋予变化 相邻的前半句后半句 用的词形不同 表示了 表现出语言的变化 特别通顺 Children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history but little John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ancient sculpture 非常通顺 非常通顺 好 这个第一句话 咱们看到这 接着往后来看 下一句话说 Mrs. Elder Ramsey a very wealthy old lady has shared a flat with her cat Rastus for a great many years 这个Elder Ramsey 夫人 冷不丁第一句话 出现这么一个人 读者可不知道她是谁 随着书中代言 这人是谁呢 Mr. Elder Ramsey 这个老太太 我们逗号后面呢 两个逗号之间 是个同位语 这个人是谁呢 a very wealthy old lady 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太太 这就解释 为什么抢他们家呢 你这姑老婆的 剪不收破烂的 你这个榜票没油水 这个老太太有水大 有钱 wealthy 叫富裕的 富有的 好多词都可以用它 跟它来替换 表示某人有钱的 至少这几个词 我们在生活中 可能都会碰到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就富裕的 有钱的 直接可以指人了 我们大声来遍 注意这个第一个词 teach 就吐手头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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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那点 大声来遍 wealthy wealthy rich rich affluent affluent 注意后面两个是 复合形容词 中间要hyphen 连字符 连在一块 读一下第一个 well of well of 再读第二个 well to do well to do 都是表示 富裕的 富有的 有钱的 本文中都能替换 没问题 都可以替换 本文中就代言了 她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钱的 一个old lady 一个老太太 然后后面 魏语东斯说什么呢 has shared a flat with her cat Rustus for a great many years 跟她这个猫 这个叫Rustus 这个猫 这个Rustus 又是her cat 通了语来 这个叫Rustus 这只猫 怎么样呢 一块合住 在一个公寓里边 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也进一步暗示 为什么要绑架老太太呢 前半句说了她有钱 后半句呢 说明跟猫的感情深 见面三分情 天天见面 拿着猫 当儿子一样了 所以绑架之后 她一个有能力 第二个有意愿 绑架 特殊合适 这绑匪也是 看来也是技术工种 很有经验 绑架的对 然后前面那个 与某人合住一间公寓 与某人合住 这个搭配 咱得看一看 这个动词 我们在这用share 当然合住什么房子呢 这就灵活了 合住一个别墅 一个独栋的别墅 可叫house 一个公寓 可叫apartment 或flat 当然这两个词呢 用在英联邦国家 一般用flat 美国加拿大 一般都用apartment 一回事 就是我们中国术的单元房 门进去之后呢 什么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 这整个的一单元 叫做apartment 英国叫flat 本文中是英式英语 用的是flat 或分合住一个房间 share a room with都可以 但记住场合 不要用错 我们如果share这个词 那一定是表示 这个合住的人 这两个人之间 或者几个人之间 第一个 没有亲属关系 你说我跟我爸爸 合住在一个公寓 这个不合适 一定没有亲属关系 第二个呢 他也不是男女朋友 并不是男女朋友 都同居了 这也不行啊 就是跟一个社友啊 或同事啊 甚至陌生人 合住在一块 本文中用的恰如气氛 我们再看一下例子 I shared an apartment with Kim when I first came to Beijing 我第一开始 刚来北京的时候呢 我与这个Kim 两个人合住在一个公寓里边 我们两个人合住在一块 用了这个词呢 暗示我跟他呢 并不是亲戚 并不是我弟弟 我姐姐 或者什么 什么叔叔大爷阿姨 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个我share用的对 本文中用在老太的个猫 这个对 用的对 用的差不多 但是用词变化一下 可能含义就不同了 我们直接可以把刚才那个room 当动词来用 room with somebody 也是与某人住的一块 但这个一般 强调跟某人同屋住 而且尤其暗示同宿舍 咱们学生用这词用的多 尤其爱是同宿舍的 你看我看例子 I roomed with him at college 在大学时我们俩是同宿舍的 是社友 可以这么说 这叫room with 属于room 在这 is used as a verb 当作动词来用 还有一个词叫live with 这个live with 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用的最广泛 就跟某人住在一块 既可以表示有亲属关系 比如跟爸妈妈住在一块 也可以表示男女朋友 跟女朋友住在一块 也可以表示跟陌生人 不熟的人 同事朋友都行 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用live with就好了 但有一个词呢 咱们看比较罕见一点 那么稍微就用法也特殊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habit cohabit 这个词叫与某人同居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inhabit 是住在某个地方 你看I-N-H-A-B-I-T 这表示住在里边 cohabit是一块住呗 那么CEO扣表在一起 这个H-A-B-I-T 在字根里面不是习惯 而是住的意思 你看动物植物的栖息地 是叫habitat 对吧 H-A-B-I-T A-T habitat 栖息地 住在一块 我们再读一下 cohabit cohabit 但是这个一般只能指未婚同居了 就男朋友女朋友 住在一块了 还没有领证呢 但已经住到一起了 未婚同居 才能用这个cohabit 他用的场合 就比较窄一些了 但最广泛的是Lewis 没有任何场合限制 那么还有本文中中心的这个动词 share share在这翻译成分享 当然呢 如果倒霉事儿呢 也能叫分担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可以当作起呼动词来用 本文中是分享同一个公寓 你看我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A sorrow shared by two is half sorrow A happiness shared by two is double happiness 中间有个分号 分开了两句话 分号呢 就可以代替廉词的功能 后面一句话 尽管这个完整句子 中间不一定加廉词 他说一个悲伤 如果被两人分享的话 那么就是半个悲伤 就悲伤就减半了 一个快乐 如果被两个人 这个悲伤是分担 快乐如果被两个人分享的话呢 快乐就加倍了 你看第一个 就分担悲伤 悲伤就减半 那分享快乐 快乐就加倍 讲什么呢 这是朋友的好处 What are friends for 朋友干什么用的呢 分享快乐 分担我们的忧愁 这两个share的在这都是 过去分词呢 后至终于修饰 sorrow还有happiness 就好了 分享或分担 但别忘记share 我们在第九课 还讲过一个重要意思 别忘记 叫有共同的 所有这些猫 有个共同经历 咱们讲过这个share 相当于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大家别忘记 We share an interest in history 不能翻译成 我们两个人分享 对历史的兴趣 什么叫分享兴趣 我们两个人对历史 有着共同的兴趣 这是share这个词 考点也就这么多了 把它记住就好了 后面又说 for a great many years a great many 直接修饰科述名词 表达很多很多了 非常多了 a great many years 就很多年了 加for呢 就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这个意思 那么他强调 在现在还住在一块 所以前面用的完成 是has shared 是这么来说 我们把这句话 也复述一遍 说Emily Ramsey夫人 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太太 她跟她的猫 Rustus 已经一块 合住一个公寓 很多年了 之后这公寓用flat 我们看能不能复出一遍 Elner Ramsey夫人 Mrs. Elner Ramsey 逗号 同位于 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太太 a very wealthy old lady 逗号 那么一直合住公寓 has shared a flat a flat with her cat 叫Rustus 我们再说 for a great many years 好多年了 再来一遍 不中断 Mrs. Elner Ramsey a very wealthy old lady has shared an apartment 或者是 a flat with her cat Rustus for a great many years 已经一块住了很多年了 咱们也造回句子吧 也造回句子吧 看中文 我们写第四课 那个阿尔弗莱德布洛克斯 这个哥们 请他出场 给他造回句子 当素材 阿尔弗莱德布洛克斯 是Elner Ramsey 公司工作的一名垃圾工 他和他的同事 这个George 乔治 合住一个公寓 已经很多年了 跟本文中这个类似 我们先说 阿尔弗莱德布洛克斯 然后用同位引出 他是 这公司工作的垃圾工 在某个公司工作 我还记得 Jace用哪个字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 Jace for for什么什么 我们加公司 然后跟他的同事 先说他的同事 我们可以用colleague 这个词 后面乔治当同位语 然后合住 还是share a flat 或an apartment 咱换成apartment 换成美食用法 很多年了 for a great many years 咱们复述一遍 Alfred Blocks 逗号是谁呢 A dustman Jace for the Ellsmear Corporation 怎么样呢 has shared an apartment 跟谁呢 with his colleague 同位语 George for a great many years 这个句子保证地道 咱们模仿着下来的 这句子 这个字写得好看 为什么呢 我按照蓝婷旭 王羲之的字贴 描出来的 这字能能看得了吗 赵毛画虎 咱们学英语 是个学手艺的过程 那跟练书法 是一样的 Alfred Blocks A dustman for the Ellsmear Corporation has shared an apartment with his colleague George for a great many years 特别地道 特别地道句子 就出来了 好 这介绍了这个缘起 为什么抢劫它 有钱而来跟猫 感情深 介绍完老太子之后呢 作者 比方一转 介绍这只猫 也是本文中的主人公 他说Rustus leads an ordinary life 这个Rustus 这个猫呢 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这个首先 Lead 再将Live搭配 是复习 咱们在第九课 飞猫讲过 这过着神秘兮兮兮的生活 讲过这个Live搭配的动词 有两个 一个叫Lead 什么什么Live 还有Live 的Live 都行 都可以 过着一种 怎么样的生活 咱们说过 本文中的Live 前面就是语 是个形容词 orderly 注意orderly在这 不是副词 我说了 名词后面 接NY 一般都是形容词 order表示秩序 是名词 后面再接NY之后 是形容词 有秩序的 就有规律的 相当于形容词regular 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我们看一道 说后题 请看89页的第九题 翻开这个教材 89页的第九题 快点 89页第九题 他说Rustus Lead 什么Live 这只猫 过着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只能选C 对不对 regular 有规律的生活 A选项 过着正确的生活 这不符合原文呢 B选项 Mirror的 这个Mirror的 叫深思熟虑的谨慎的 就是这个讲话 深思熟虑谨慎 做事 就是深思熟虑的 就是说话以前 做事以前 用尺先量一量 被测量过的 叫深思熟虑的谨慎的 本文中 不符合原文排除了 D-discipline 叫做自律性很强的 一般受过军训的人 有严格纪律 约束之后 自律性强的 这个猫呢 指猫不合适 有规律的 Regular选C就好了 好 那么下面一句话 就交代 这个猫怎么一个 有规律的生活呢 他后面说了 He usually takes a short walk in the evenings and is always home by seven o'clock 他通常在 这个晚上呢 先出去散会儿步 然后一般呢 在七点钟 总是能够回家 这解释生活有规律 这个猫为什么住了很多年 可能住了六十多年了 总不死 为什么呢 这猫长寿 一般活个十几年 这个老猫了 这老猫了 可能这个老太太都管的 叫二姨 飞不住 这个非常老的猫了 生活有规律 长寿 这个take a short walk 叫做散步一小会儿 老猫走不了太长路了 这个当然take a walk 就是去散步 这猫咪嘛 一般跑得快点 猫在散步 就take a walk 那蜗牛散步怎么说呢 有同志 您这是开玩笑 蜗牛怎么散步 哎 蜗牛会散步啊 你不信咱看看 蜗牛散步怎么说 23课介绍了 114页的第14行 咱们看看 114页的第14行 他这么说 I happen to be walking in my garden when I notice a huge number of snails taking a stroll on some of my prize plants 这个句子咱们以前讲着 prize的时候见过 happen to do 咱们也见过 我碰巧正在我的花园里散步 这个说 这个散步用的动词walk 是可以的 这时我注意到 有很多很多的蜗牛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他们也在散步呢 这个taking 是跟前面notice搭配 notice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注意某人正在做模式 正在散步 这个散步用的是 take a stroll 本分钟猫散步 用的是take a walk 用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ake a stroll 这个stool 这个词可以表示散步 但它一般是指 老头老太的 慢悠悠的散步 慢条丝离的 而不是这个年轻 断练身体这种散步 老头拿个小拐杖走 半小时 慢一步 过两个小时 再慢一步 就是慢悠悠的 你看这行中这个蜗牛 恰如其分 而你看行中蜗牛 还特别漂亮 为什么 take a stroll 你看这个词 本身长得就像蜗牛 你看这字母O 像蜗牛壳一样 这两个L蜗牛脑袋探出来了 take a stroll 用它很合适 你蜗牛要用take a walk 就显得不伦不类 那walk立刻想到腿了 蜗牛没有腿 慢悠悠 往前那么拔 用这个恰如其分 当然这个stool指人的话 一般也是用在文言的场合 而且一般都是慢悠悠的走 所以take a walk take a stroll stool更正式一些 而且强调慢悠悠的走 比较通俗的放在19克 更正式一些的 放到后面的 这个第23克里面 确实难度是慢慢提高的 也能用have a walk have a stroll 也行 也是去散步 也可以用go for a walk go for a stroll 也是去散步 这个都行 这等于这几组词呢 我们生活中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那一般口语中都用walk 大声那边 take a walk take a stroll have a walk have a stroll go for a walk go for a stroll 都行 都是去散步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看在这个 有一部 这个口语教程 走遍美国中 就出现这部片段 夫妻两人对话 咱们简单听一听 你看这个是夫妻两人对话 就是吃完早点之后 这个老公就说了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breakfast 吃完早点之后 你想干嘛去呢 这老婆说了 Why don't we take a walk down to the river 我们为什么不去河边去散步呢 那个why don't we 表示建议 希望能听到肯定答复 才用这个don't we 去提问 我们为什么不去河边去散步呢 这个可能房子地势比较高 河边在比较靠下的地方 down to the river 去河边散步去怎么样呢 take a walk 表示去散步 口语中这么来说 咱们再看一个经典的美剧 France老友记中一个片段 这个Phoebe进来之后呢 Hey is Chandler here 那个Chandler现在在家不在家呢 这个Joy就说 No no he went for a walk 没有他不在家 他出去散步了 但注意他已经走了 所以用的是一般固定的示意 Wen for a walk 他去散步了 可以这么说 好 这是散步 几个常见搭配 咱们放在一块 可以把它记住 但散步的形式啊 可能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去散步呢 说散后遛狗去了 约翰去哪儿 他遛狗去了 遛狗就walk the dog 这个时候这个walk 在这儿当动词来用 就是陪某人在散步 因为在欧美呢 这个狗的地位特别高 跟人几乎一样 你杀狗是重罪 所以叫陪狗狗散步 我们大声读一下 walk the dog walk the dog 这个中文翻译是遛狗 其实老外就是陪狗狗散步 因为这个walk 后面不但可以跟狗 跟人也行 比如说我打算 我陪女朋友回家 I'm going to walk my girlfriend home 我跟他一块 陪他一块回家 那不可能女朋友 跟狗一样趴在那儿 拴个大铁链子再走 那不可能 这是陪狗狗散步 就walk the dog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种散步的形式 叫stretch one's legs 这个到未来会碰到 44个会有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tretch one's legs stretch one's legs 这是怎么一个散步形式呢 咱们看看课文中 是怎么用到的 这是个习语固定搭配 这个看44个 204页的第13行 204页的第13行 有这么一句话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legs 你就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什么叫stretch your legs呢 有同学跟我说过 李老师这简单 这蹬腿了 死了 slab撑开吗 蹬腿死了 人并没有死 你死的甲板上 那可不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个搭配叫 坐得太久 出去走走 坐得太久了 这个筋骨啊 有点发麻了 气血不流通了 出去走一圈 坐得太久 出去走走 叫stretch one's legs 我们在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说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during the break break叫课间了 课间休息时 咱们出去 去走一走就不困了 叫stretch one's legs 不是蹬腿了 没死 固定搭配 不再记住就好了 坐得太久 出去走走 这种朱自清的话讲呢 那就更好了 叫疏活疏活筋骨 抖手抖手精神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个也行 大致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回到剧中 它说 It's always home 当然这个home 在这绝对不是名词了 名词 home是可数名词 这是用错了 在这是个副词 做主义的补足语 它总是怎么样 叫道家的意思 home副词是道家 不是名词 这个多词性的词 七点钟只值道家 日子就这么平静的 一天一天过着 如果到最后 猫慢慢老死了 这故事就没有了 你看到最后一句话 比如说 到了最后 有一天猫老死了 老太太后来也死了 读者读完了非骂街不行 你这什么故事 没情节吗 肯定出事了 肯定出事了 下句话说 One night however he failed to arrive 这还一只小公猫 然而有一天晚上 这个小猫咪没能回来 fail to do 早就讲过了 未能做某事的 没有能回到家 Mr. Ramsey got very worried 这个got 就是get 一般过去的事 变得系动词 worried叫担心的 老太太变得非常之忧虑 非常之担心 哎呀 这个猫啊 儿子啊 到门口找 拿手电筒找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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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这个猫 后面说了 She looked everywhere for him but cronaut could not find him 这个老太太到处找这个猫 但哪里找也找不见 老太太拿手电筒找呗 这个楼梯底下 桌子底下 口袋里边 抽屉里边 羊火盒里边 都找遍了 没有啊 这猫丢了 他到处找 也找不到猫 就是他在各个地方都找了 looked everywhere for him but could not find him 哎 到处找也找不到 使咱们回忆起来 史姆克也讲过一个 到处找也找不到 咱们做对比 啊 七十页的第十二行后面 七十页的第十二行后面说 He could not find his 50pence anywhere 他各处找也找不到 他五十便时的硬币 你看这个表达跟本文中类似 老太太这句话带进去呢 是不是也开始说 She could not find him anywhere 他在各个地方都找不到这只猫 这猫呢 看似好像是丢了 那究竟这个猫在 究竟丢还是没丢呢 咱们一会儿在第二段 再其实来看 咱们第一段 任老师先修到这 下面히访评定 站住 站住 并不是 站住